欢迎收看今天的盘后HOT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Kinsley 现在是2016年2月10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特斯拉 代号TSLA 特斯拉于今日盘后发布了2015财年第四季度财报 虽然业绩数据不及预期 但是乐观的业绩展望 仍然拯救特斯拉于水火之中 具体来看 特斯拉第四季度每股亏损87美分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0美分 总收入17.5亿美元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17.9亿美元 好在特斯拉宣布 公司将于2016年销售8万至9万辆Model S和Model X新款车型 预计公司2016年的收益增长速度将超过2015年 然而来自于Morgan Stanley和Barclays的分析师却警告 特斯拉新发车型的销售数据可能会低于预期 近半年来 特斯拉的股价跌去了近一半 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不断恶化的净收入 高风险的负债管理模式 逐渐走弱的经营现金流 以及令人失望的股票回报率和历史表现 不过乐观的业绩展望 加上利空出境的因素 仍然令特斯拉盘后是一度暴涨了超过14% 目前爆161美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